苹果1月预期发布新一代iPhone、Apple Watch和AirPods 被视为换机一朝关键的Apple Intelligence 最终都未能跟iPhone 16同时推出 苹果软件工程高级副总裁Quad说 Apple Intelligence首批功能会在10月以Beta版 在全线iPhone 16、上代iPhone 15 Pro系列更新 而其他功能就会在之后几个月逐步补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